怎樣 啊只有一個人俱而已 誰? 魚肝 瞖里 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魚肝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阿靜跟胡子 啊 是為了無恥的推廣我們的新產品 沒有問題 耶 你怎麼不要指頭帶就覺得oped 沒錯哦就是我們這次 你知道我們魚肝的魚肝 每次漁人節都會推出 U 色獨的 都會推出 一個特別口味 今年呢 就是突然想說要跳脫一下這個框架 我們來做一點甜的東西 但是裡面還是會有魚乾的 餅乾糖 對 但是又覺得 欸好像這樣就是沒有很圓結 所以我們還加入了更有味道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榴槤 蛤? 蛤? 榴槤 魚乾 湯 沒錯 就是我們的 信cion蛋糕 名言 我不 名言在考慮 沒錯 就是我們的 榴槤 小魚乾牛軋糖 喔 牛軋糖 所以是花生的部分變成了 沒有還是有花生 我們裡面又有花生 又有魚乾 然後有濃濃的榴槤味 你的貼到底是要擋哪一個裙子 我其實都不太知道 我跟你講 重點是這個東西我已經試吃很多次了 我覺得它已經趨近於完美 愛榴槤的人會覺得 哇 好讚 討厭榴槤的人 可能也會覺得很讚 OK 好 但是你是喜歡榴槤的 對 然後你是還好 我是本來很討厭 但是後來拍過一次吃了那個很屌的那個 就是我討厭吃了 對 對 因為我在看榴槤王之後覺得 那好像 稍微可以接受一點 那你會不會吃完這個又變得很討厭 我不知道 人家要看你的商業 但是因為榴槤也有分很多種嘛 就像是生魚片也有很多種一樣 那榴槤也有分香的跟沒有那麼香的 那我愛吃榴槤的開頭是在我們 我在馬來西亞有吃過他們的榴槤棒 他們就把整個榴槤弄成肉泥 然後素形成一個棒 然後你就直接吃那個肉棒 肉泥棒 尊重 好 太多廢話了 我們直接來開箱 我以為你會來找我們是 因為我知情 所以會把鬍子放在這裡 然後把眼鏡綁起來 然後打開讓它採 不會啦 我是這種人嗎 這個是戴亞實驗室的吃法 對嘛 來 我們直接開 但是這個聽起來像是戴亞實驗室的餐廳 我們直接來感受好不好 你也進入 安靜的領域了 感受它的外觀 聞起來都是那個 魚乾跟花生的香氣 沒有啦 對啊 其實沒有榴槤味耶 好來 我們連咬一口 感受一下 我這種東西沒有在這裡咬一口耶 喔 好酷喔 好榴槤 有沒有意外的 很多複雜的情緒在裡面 就像我的原餐一樣 它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榴槤的香氣很重 直接沖浴鼻子 你看 可是多嚼幾口的時候 那個魚乾跟花生的味道 就慢慢把它蓋過去 然後就開始熟悉的那個香味 簡單來講就是一進去 入口那不是這樣子 所有都是魚乾跟花生很香 但是這個香氣一結束就是 痛苦的開始跟螺絲粉一樣 沒有啊 還好吧 你吞下去就知道了 好 我吞 你是說 就不能跟別人接吻 可是如果你的對象剛好很喜歡榴槤呢 喇雞喇寶 那今天應該很愉快 可能可以考慮放在 而且重點是我們的榴槤是純天然的 泰國金枕頭 那有不天然的榴槤嗎? 榴槤香水 誰有做? 買給我! 明年 你不收不回來喔 因為這老榴槤這樣 我們會專門做一個影片跟大家說 對 榴槤香水金錢好像是我會做的事情 你可以 我來試試看 那總之呢 這一種我們就是專門為了愛吃榴槤的人推出 因為畢竟我自己也是愛吃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要吃就要吃到我心坎裡 要好吃 重點是我吃完一個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想開第二個來吃 其實好吃 因為它是甜 然後又鹹 然後小魚乾有口感 花生也香 嗯 然後奶味重、榴槤味重 而且重點是榴槤味是天然的 不會讓你覺得就有點刺口啊還是什麼的 很衝突的感覺 所以你那個正常購買牛奶味的連結有嗎? 沒有 哈哈哈 你要把考慮出正常 重點是重點是你看那個椅子後面 我們這次送一個袋子耶 欸 哇塞 哇塞 這個袋子太shining了吧 太棒了 然後裡面是食入 然後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袋子 然後上面會寫好好吃還是好臭這樣子 你是不是因為太常去錄影所以出了一個就是罐子的袋型包 真的要找到 真的就是一個萬用包啊 什麼餐具啊 還有什麼化妝品啊 你私心吧 然後旁邊再開兩個洞可以當一個小費錢 很讚吧 很讚吧 而且到底是之前超賤 我之前出去的時候我就已經跟他們說好幾次說 要不要來吃吃看我的新品 沒有 沒有人比我耶 結果現在等一下開第三個 好吃 好吃吧 而且我覺得這個 這個神奶油比爾是你把它做成牛嘎糖 對 牛嘎糖是在嘴巴裡面一直嚼一嚼然後它會慢慢融化的 所以那個氣味就可以一直持久的在你的嘴巴裡面 這樣一直反覆的混合 很讚吧 很讚吧 好吃 好 那這個全業配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子 太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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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我想說不要有太多廢話 還是說你們是想要聽我說一些 現在買這個 然後搭魚皮的話會有特別組合優惠喔 還有專屬優惠吧 誰的專屬優惠吧 知道啊 都會有啊 輸入阿進跟虎子不一定有優惠喔 那公關品我可以點餐吧 不行 最近就有一個人跟我點餐 公關品沒有人在點餐的 好啦 那就這樣啦好不好 我們會分享這部影片到我們的IG上 不要 好啦 總之就是這一次我們的試吃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推出了這個 花生榴槤小魚乾牛軋糖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很特別 如果你是學生 你可以拿去給你的同學吃 給你的老師吃 他們一定沒有收入的同學 而且你的包裝上沒有貼任何東西 他們乍看聞下去就只會想說 哇 你帶了一個 只有花生跟小魚乾牛軋糖給我吃 很酷 吃下去的瞬間呢 但是我就是你們友情討厭的時間了 可是我現在想的是 如果他本來是不喜歡吃榴槤的人 他吃了這個 他會對榴槤有什麼樣的想法 他的榴槤味其實是很原始的榴槤味 雖然說很原始 但其實他還蠻溫和的 對 說不定你可以把你身邊不愛榴槤的人擺彎 有點難 因為這個吃酒其實嘴巴的味道蠻重的 我覺得我嘴巴現在有硫磺 硫磺 等一下我們到最後 只能吃飽飯幹嘛 你打個殼上了你會是榴槤 我沒有想要聞你的歌 OK 你打個殼可以去旁邊嗎 沒有 那就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可以按訂閱 也要記得去訂閱活字跟阿淨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好耶